王維爾 中華煤氣常務董事 在能源、財務和企業管理 擁有超過40年的經驗 他在1997年加入煤氣公司 至今已經26年 他如何帶領一間百年老店 融入現代社會 而在現時整體經濟環境不理想 加上中東緊張局勢升級 俄虎戰爭又未見停戰的跡象 面對這個逆境 煤氣有什麼應對策略呢? 歡迎來到行傳錦然 香港有八成的家庭 煮食、洗澡都是依賴煤氣的 煤氣爐一撻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方便 但是煤氣爐的背後 原來是牽涉到很大的學問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就是中華煤氣常務董事王維爾 來到這裏和我們解答一下 你們想知道這個問題 歡迎王先生 你好 你們好 大家好 王先生先找你學習一下 我們先說煤氣 煤氣 煤氣 其實現在我們正在用的煤氣成份 是不是燒煤氣 還是天然氣 還是氫氣 還是混亂的 很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在這裏介紹一下煤氣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我們做人 行不改勝在不改名 煤氣已經是160年的歷史 但是裏面的成份和製作 是和煤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160年之前 是真的那時候用煤來製製 現在所謂我們的煤氣 現在你們在燒煤 在家裏用的煤氣 成份和160年差不多 哦 裏面有什麼成份呢 有氫 有其他的氣體 那160年之前都是這樣的 出來的產品 現在都是這樣的 那現在這幾年 這十年左右 很流行說氫能 我們現在的產品 很吃香 很多人都關注了 因為氫 氫是最乾淨的能源 在這裏說 比如菠蘿包 沒有菠蘿的 哦 對了 煤氣 我們沒有煤 只不過就是 公司的名字 不可以一下子把它改 因為集體回憶 還有一個深厚的感情 原來是這樣 真的學到東西了 Peter Peter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世界的局勢 現在都很複雜 能源供應 就成為了全球 現在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其實能源供應 基本上 對你們有幾大的影響 我覺得香港有幾大的影響 你們放心 因為香港 我們有一個要求 譬如我們現在製作的煤氣 是用石鹿油和天然氣 在我們的大埔廠 經過化學的作用 出來的所謂煤氣 攤氧 我們石鹿油 我們有起碼三個月的準備 三個月的所謂Feed Stock的準備 天然氣從哪裏來呢 天然氣從澳洲來的 大家可能有些印象 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中國和澳洲政府 談了一個長逆 當時是朱鴻基親自出馬 因為這些長逆和能源有關 是要各與各之間 要達成一個共識 澳洲他們定期有船 將這些天然氣送到深圳 它是液化的 它是液化了先 液化後是-0-160度 很冷的 因為液化後 船可以載到大量的天然氣過來 它去了深圳大棚 在那邊 我們有一條海底隧道的管 由深圳大棚經海底 來到我們大埔廠 和石鹿油一起製作 所以現在是沒有用煤去做煤氣 換言之 現在世界上 俄烏也在打仗 美國也找船送到歐洲 世界上好像很緊張 供應對我們是否沒有影響 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很難預測 未來 但我很相信 在現在的情況 是挺穩定的 因為中國和澳大利亞那邊 是有一個長約的 這個長約叫做 照父不義 即是說 你一定要給貨 我一定要給錢你 這個已經定了一個遊戲規則了 假定最壞打算 那裡突然間可能霸光 有些船來不了 那市場是怎樣呢 市場有很多現貨可以買到的 甚至乎中國它自己都有天然氣的 中國已經全國國家的網絡 已經由新疆 一直到東邊上海 北邊齊齊哈爾 南邊廣州 這些地方都已經有全國的網絡 中國的天然氣 亦都來自很多方面 譬如自己的地生產 就是在新疆 俄羅斯 內蒙和四川 俄羅斯 已經有準備再建一條管道 又送氣過來 中亞那邊也有管道 中亞那邊幾個國家的天然氣 亦都經過新疆 然後再跟主管網結合 在南邊這邊 亦都有管線 還有你看看地圖 中國的沿岸 一點點一點點 建了很多個LNG 液化天然氣的碼頭 這些碼頭 有來自中東 有來自馬來西亞 澳洲 甚至印尼 或者其他國家 有橙油的 或者橙油 或者天然氣的國家 所以那個供應量 我可以這樣看 都挺穩定的 能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的了 現在中國知道 能源最重要的把握在自己的手裡 我相信 中石油 中石化 和中海油 是三間央企 是油和氣的主要供應商 他們都到處去看看 如何可以投資在這些 天然氣 或者油 那方面 保障中國 包括香港 的能源供應 在能源方面 國家提出了一個 三零、六零 六零 三零年 就是坦達峰 六零 就要 中和 整個國家的政策 各方面 都是向這個目標 對你們 供應燃氣 供應燃料的 營運者來說 你怎樣配合 第一 我們是很支持 因為 這個目標 三零、六零 我們叫做三零、六零 炭達峰和炭中和 是全球都需要的 因為你看到 地球生病 那麼 很多 你最近 有黑雨 颱風都連接兩個 很多 而且那個氣溫很高 周圍都已經看到了 這個 我們一定是支持這件事 還有怎樣配合 好像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我們怎樣配合呢 第一 我們先去香港 雖然煤氣 其實沒有煤的 香港整體的 炭排放 總量裡面 我們煤氣 生產和客戶用 燒煤 燒我們氣 出來的總量 只是小於5% 那麼 香港來講 炭排放最多都是發電 還有運輸 就是那些車 那些 也有些船 那麼 煤氣是佔總排放 只有5% 我們也都在想著方法 我們在這個煤氣的過程之中 怎樣把它綠化 就是希望將5% 都會更減低它 那麼香港呢 我看到呢 香港特區政府 就說 2050年就炭中和了 那麼這個呢 我很相信會做到的 因為呢 兩家電力公司以前是燒煤的 現在它用天然氣發電 那麼這個一立刻就會掉下來 那麼去到中國一路下來 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 腹煤 缺油 小氣 就是天然氣很少 腹煤 缺油 小氣 以煤為主 以煤為主 那麼我也都看到呢 國家呢 有一些統計呢 它也都有一個指標 它現在可以這樣過往呢 是70%是燒煤的 那麼一定是那個炭排放很高 那麼去到呢 2060年呢 那個煤的總體的能源呢 是大約是10-15% 就是由70%一路減下來 那麼這個呢 看到很大幅可以減排 減這個炭的排放 那麼也都有做了很多東西 就是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呢 就是風力發電 和光 一天地球圍繞著太陽轉 那一定是有光能 這方面 怎樣都可以用它 太陽能 我很相信 那些全球的所有科學家 所有國家 都會聚焦 怎樣將這個太陽能 可以變成我們用到 而且那個成本是會越來越便宜的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是全球的好事 Pieter 我們看到呢 疫情 三年的疫情 其實很多行業就停頓了 慢慢現在復常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 現在都沒有辦法可以帶旺 市面上還是 那個經濟 都還是有問題 沒有說到疫情前的情況 是的 我自己個人看 因為這個疫情呢 帶給我們一個新的體驗 就是發覺 哦 原來呢 可以什麼都發生到的 原來那個未來是 這麼不能夠預測到的 我相信你們都一樣 有幾方面做到 第一 我對於這個碳排放 會更加體重 以前都不知道什麼事的 是 一樣的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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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但是發覺突然間 疫情呢 可以令到大家的生活 變了 你不能出門口 也不能去別處 那我自己一看呢 包括我自己的災害 主要呢 咦 洗錢都會謹慎一點 整個概念都不同了 整個概念都不同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小心喔 不要亂洗啦 或者環保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疫情 雖然是不是跟環境 直接有關係呢 我不是科學家 也不是醫學家 不能這樣說 但或多或少都跟這些事情 會有關係的 那所以變成呢 比如我自己呢 有時候去一些匯所 以前運動員呢 匯所裡面呢 有四種毛巾給你用的 譬如玉袍 坐那個墊 腳踏那個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條毛巾給你抹身 以前我用完的 但是這個疫情之後 我發覺 咦 都要省點洗喔 即是你可以 我就一件玉袍 搞定它 那些就不用碰它 那你自然水用少些 你清潔劑也用少些 希望大家有這個意識 希望可以為社會 為整個地球做一些事情 但是大家的意念是 折省能源呢 這個概念呢 反而對你們的業務呢 是不是有些影響呢 復常之後 你和你的計劃有沒有落差呢 對你們的復常計劃 你們自己看回 會不會都有些改變或者影響呢 看到大家的消費等等 疫情之後呢 有幾個方便的 大家的消費是謹慎了 是 亦都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是 是 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大的 是 你看到有些廠 就 我不買你 不買那麼多東西了 或者第二道生產 這個是肯定對我們公共涉業有影響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自己這樣看 希望呢 有這件事影響大家的思維 然後呢 大家怎樣去將自己再重新包裝 或者你在業務上 再想一些東西出來 去令到你的業務可以穩健 那譬如我這樣說呢 就是能源那方面 再生能源是太陽能的嘛 那我們呢 已經三四年前 我們開始看這個業務 尤其是在國內呢 我們有四十萬工商客戶 那我們呢 就利用它的屋頂 鋪一些分布式光伏板 太陽能慢慢 它又可以省一些電費 因為它要在市買電的時候 我們和我們在光伏板呢 是便宜很多的 那麼它可以省一些電費 那麼這個呢 就是 這個就是一種 危 找機 說回你在內地之下 你提到內地的發展 事實上你想想 就是內地的市場可以很大很大 就是可以 就是理論上它有發展的空間 但是我在想 但是內地怎樣看你們呢 是不是當你們是一種工營的事業 所以就可能比較多規管 或者限價 就是你又不是那麼 以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去看你的 那會不會對你們的發展是 是有一些局限的呢 我給一個機會說說 中華媒在國內發展的心路歷程 是 這個挺好的 這個也可以給其他 尤其是香港企業 一個借監 那麼 我們開始在國內發展 就是1994年 那麼當時的管理層呢 已經意識到 香港的業務呢 終有一天飽和 是的 那麼那時候 1994年 80年代 90年代 開始 那個業務都很好 因為都沒有那麼多客戶 用管道器 那麼那時候的管理層 已經到處看 咦 也都是上市公司 那麼我們的業務 需要有growth 所謂有增長 那麼我們管理層 在那時候 在國內 我們先向潘雲和中山 作為一個視點 嘗試幫這兩個城市做管道器 在那個年代 很少 除了一些省匯城市 他們會有管道器之外 其餘那些二、三線城市是沒有的 但是呢 要看到管道器呢 是一個安全的 對比 剛才我們剛剛聊過 就是LPG石油器那些 危險些 因為石油器和天然氣 和煤氣有一個很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因為石油器是比空氣更重的 即是當它一漏氣的時候 它就黏在地底 即是地面的 但是天然氣和煤氣呢 是比空氣更輕的 假定它有漏氣的時候 它會飛化了上天 那麼危險 減低很多 所以我們那時候管理層 在國家也都看到的 那時候呢 沒有要求那些新的大廈呢 一定要裝管道器的 那時候沒有的 那九十年代開始呢 陸陸續續呢 他們看到那個安全性了 那還有穩陣 那些不是平平冠冠那些 那所以呢 開始國家那時候呢 就發展 要求很多地方呢 都要新建的大廈 一定要有管道 管道工器 2003年開始呢 就有一條 由新疆 去到上海的 叫做西氣東書 西邊的氣東書 那四個字就已經 解釋了從哪裡來啊 2003年 這條管道 長書管線 建成了之後呢 你想想 沿浪幾多城市啊 那些氣經過的時候 它不只是供給上海的嘛 沿浪那些沿浪 很多城市 那時候呢 國家就說 你們要準備了 氣來了 你們麻煩你的城市 就要有這個規劃 建立這些本道 那時候呢 我們很忙 我們 我記得呢 1999年開始呢 尤其是中國加入了世貿之後呢 它可能有一個承諾 有些事業是可以市場化的 那所以它就 我們就是所謂叫做食證調水 那它好了 它找什麼人呢 以前呢 每個城市自己做的 它沒有一個集團式去做的 那那些城市呢 自己和自己做 它又不理別人了 那但是好了 那也都想找人幫忙 怎樣規劃 城市的管網規劃 還有呢 有些地方 以前用開煤製器的 那它要轉去用天然氣呢 就要支援啊成 那香港中華煤氣呢 那時候剛好 我們已經進去幾年了 它也都知道 香港中華煤氣 是一家什麼公司 百年老店 做到什麼 那時候我們很忙 那個人很歡迎我們進去 另外呢 它很歡迎香港的企業 它對香港的企業呢 那種企業文化啊 還有那個管理的制度啊 市場的 如何開拓那個認知啊 還有安全啊 公義安全啊 它很喜歡看重這些 這些也是一個企業 在某一個 做某一個行業 都需要有的 那時候 我們中華煤氣 很忙 那時候 剛剛我加入了 公司沒有多久 每年呢 是拿成十個 二十個項目回來的 那些項目回來 不是就這樣 放在這裡 就算了 你去管理啊 他們也都很相信 香港企業的管理能力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企業呢 我們的股比 不是高過五十 我們可能四十八 或者低一點 那它要求我們 派總經理 那這個就是 他們認可 香港公司的管理制度 我們去管理 總經理 你才可以把我們 香港的管理理念 帶進去 如果你不是一個總經理 那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進去很方便 那去回來了 市場是真的很大的 我們現在呢 1994的時候 是兩個點 潘元和中山 那時候呢 加起來都是三千戶 的客戶而已 現在我們在國內 是四千萬戶 香港呢 是兩百萬戶 那香港已經飽和了 每年可能增加一萬 或者兩萬 香港兩百戶 在國內 每年新增的客戶 是兩百二百二十萬戶 那就是 大於一個香港 每年新增的客戶 是大於一個香港的客戶 所以回應一下 你剛才說 市場很大 真的很大 但是呢 這個呢 在我們二千年開始的時候 很忙 然後呢 秀田 就沒有人肩 肩肩有人爭 然後呢 很多城市燃氣集團 就成立了 那他們 也好的 我不是壟斷 那你壟斷就麻煩 任何一個行業都壟斷 那也都一起競爭 有競爭的時候 才有進步 互相學習 互相看到 你做成怎樣 我這裏應該有哪裏不好的 做得好些 其實整體 那麼多個 燃氣集團 在國內 是提高了那個 燃氣的管理 安全 可以這樣說 中央政府 他們都有一個 長遠的計劃 就是你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讓子彈 飛一段時間 那你看看你怎樣做 然後慢慢 它有些規劃 它規劃回 將它做好些 就是你有時候的氣價 開始的時候 氣價高些 那你遲下的時候 你的氣量增加了 那氣量增加 那氣量增加 那便是一個互補 那那個無差可以低一些 你氣量增加 那你的企業 你也有一個生存空間 所以聽起來 市場大那麼多 應該就是 生意興隆 財源滾滾 但是 但是我又聽到 你們要差不多 要有一種補貼形式 還有一些 是靠其他的收入 來幫助主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補貼的情況出現 是當突然間 氣價很貴 就是好像 俄會戰爭的時候 就推高了 對 中國的能源 都要靠盡口 不是自己 完全生產 它靠盡口 有一半起碼 都要靠盡口 那你這些補貼 突然間 氣價很貴 但是 又不可以隨便 加價 加價 那麼又要 這個企業要生存 那麼 政府很多時候 就短暫的 補貼給你 讓你繼續 捱過這個風浪 那麼 遲下就不會 因為你 油價都是有上有落的 那你都看不到 會經常都 高企 譬如每桶油 曾經去到百二元美金 一桶 因為最近又 曾經跌到 二十元 沒錯 扶數 扶數那些很短暫時間 那些 扶三十元桶 有些 但是 瘋狂一陣 你又回落 接著 你又有一個平穩的 所以變成 突然間瘋狂的時候 那 你這些企業 是很痛苦的 因為 城市元氣 一個工業事業 是必須要補工的 就是 你有幾個貴 你都要 要 要令到每家每戶 一定要有氣 因為你如果沒有得生活 對吧 所以我們也是有一個責任的 不只是 香港和國路都一樣的 一定要補工的 即是 先補工了 慢慢再談 我賣一方 虧一方 政府都知道 政府都知道 政府都很清楚 他們都想辦法 如何去補助我們 這個是真的 有 也都做到的 但香港的市場 又未必是 這樣的模式 可能 你自己要想多些多元化的業務 你有沒有一些新延的業務 可以說一下 除了工器 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 有 香港的環境和國內 是有點不同的 第一 香港是沒有物價局 國內是有物價局 是的 他們監管得有時候 都挺高手段 可以說 香港呢 每個公司 我們最重要是做好自己 令到客戶是很滿意 那麼 我們可以有一個機制 和政府已經達成一個機制 可以高價來 高價出去 馬上升價 國內 因為它的歷史原因 國內 它過往是一個服務行業 即它不是很計較利潤等等 所以變成是一個 在那些客戶來說 差不多是免費的 好了 因為它不可以一輩子免費 所以在90年代 已經開始市場化了 但市場化 你不可以一下子 太過市場化得更重要 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所以變成了 它慢慢 即是一些 baby steps 我們所謂 慢慢將它規劃回去 好了 這個情況 我們知道 比如 在我們 剛才我提到 我們有四千萬戶 四千萬戶 如果一個家庭 有三個人口 那就是整 億二人 我們跟這些客戶 是每天都有接觸的 因為它每天都用我們的器 每天都用我們的器 每天都用我們的服務 維修 看看它的管 戶內管 有沒有留 那這個關係是很密切的 那我們看看 怎樣可以提供一些服務 或這些產品 跟它的家庭 廚房有關 那這個呢 我們叫做延伸業務 那這個 我們在2005年開始 就有自己的品牌 即是奴具的品牌 因為國內 隨時有二、三千種品牌 那有些參差 但是我們看到 萬一有事故 傳媒 當然說 燃氣公司 引起什麼事故 那我們沒有理由 客人自己去買一些 不合規的奴具 發生事 而我們就要 自己承受 承受這個 所以我們當時 我們竟然香港 都已經有 控制這個產品 我們將這個產品 就引進去國內 那開始我們現在市場 都達到20%了 Peter 我們看到 北部都匯區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點 你們會怎樣去配合呢 還有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機遇 二百多萬 是啊 我不知道 將來人口規劃點 是不是750萬人 再加二百多萬 變成900萬人 我不知道 或者他在其他地方 都會遷移人 對 首先 這個是一個機遇 因為多了人口 你怎樣都要 吃飯 洗澡 一定是商機 那我們已經 看到一些規劃 我們已經在那裡 已經有規劃 那些喉 怎樣去配合 這個北部都匯區的發展 你規劃比他 你規劃比他 他還沒動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最重要 我們的主規線 他的地方在哪裏 這個地方在哪裏 這個地方在哪裏 我們知道的 但是我們一些喉 主要幾個 key point 就是重點在哪裏 然後再分析出去 所以我們這個整體那個 我們已經有了準備 他到時慢慢一路起的時候 分析出去 這個工作就不難的 配合路政 諸如此類的工作 所以你們都有一個準備 有想法在那裏 一定要 因為公共事業 一定要準備好 要不是說 搬進去之後 沒有氣 這個就很肉酸 這個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也不可以接受 你剛才說到 梅雨公司 有160年歷史 我想請教一下你個人 一間百年老店 總有很多傳統的包袱 你是怎樣可以帶著一間百年老店 去和現代的社會 這麼激烈的競爭 融入現代的社會的步伐 公司是百年老店 產品都是煤氣 都是氣體 但是同事 有很多代的 同時的思維 我們很多年輕的大學畢業商 加入我們 只不過我們公司 和那個產品 就好像 沒有得變 我的氣 難道加點顏色 或者你燒的時候 變成紫色 女士最喜歡的 挺好看的 這個就有難度了 但是我們 你可以看到 煤氣公司 是由一個單一個產品 單一個業務 在香港 到現在 國內 有四千萬戶 香港也有兩百萬戶 這個是要靠同事的思維 以及如何創業 如何擴展 如何擴展 我們的業務 這是其中一種 第二 很多人都未必會知道 我們在國內 是有做水的業務 很奇怪 水和火不相容 水和火不相容 我們怎麼會做水的業務 但是我們管理場看到 有很多共同效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在一個城市裏面 我們供氣的 如果水的客戶 都是用氣的客戶 客戶群一樣的 跟政府管理的部門 都是那幫人 例如公用局 物價局 都是那幫人 客戶用氣用水 面對一間公司 雖然是兩個牌子 我們在管理上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可以說 一套班子 兩個牌子 有很多狀況 當然管網 不可以一條 不一定要 氣的管網 水的管網 一定要分開 但是你看 我施工鋪管網的時候 可以同一個時間做 亦可以減低 對市民不方便 同一個時間 好過我今天做完這裡 填了它 明天就在這邊 又開畫 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在這裡 看到很多協同效益 譬如 昨天說到那四千萬戶 我們怎麼好好 提供一些服務給他們 我們產品給他們 亦都是同事 大家一起 雖然八年老店 但是同事是很硬的 思維是很創新的 創新和分的一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 在這個部分 是的 Peter來到這裡 有沒有一些根據 都鼓勵一下大家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常常都提醒自己 低調做人 高調做事 因為做事 你做事之前 你不要爬文爬武 覺得自己是很聰明的 你低調做人 就是第一 你不會鬆起個個 不會有人跟你搞對抗 但是你一定要高調做事 即是一件事 你是要將它做 用心做好它 其實所有的事情 你用心去做 我可以這樣用 我過往四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即是你用心去做事 你一定會排除漫漫 你有問題 你都會解決到 你很容易把它處理到 最好的 低調一點做人 不會跟別人產生矛盾 很高調 將事情處理好 得到你的上司 你的同行 和朋友的尊重 多謝你 多謝王先生 多謝你和我們 多謝分享 中華煤氣百年老店 只要他們加入創意 大家可以看到 這間公司仍然充滿活力 或者對我們來說 這是非常好的啟發 拜拜 拜拜 找人才之前 一定不要讓自己的人才流失 怎樣保護它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 在這間公司的經營 其實是不多不少 都不是不多不少 絕對是有他們的公位 那裡 有他們的公位 拜託 是 給你 賀